词曲 李宗盛 等一下 看来我们的协议已经达成了 我帮你拿行李吧 不用了 我自己拿就行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 怎么了现在已经是合作伙伴了 我帮你拿个行李都不可以吗 既然是合作关系 就应该平等相处 自己管自己的事 你是不是从小到大都这么讲 是又怎么样 老师 你来了 哥 怎么你在这儿 走吧 上楼 干什么呢 走 夏喜老师 那边那个是我姐的房间 这边这个呢是我哥的 旁边那个是她的书房 现在你来了以后呢就赶上你的房间了 这二楼有酒会 好多好多我爸跟我哥的存酒 想喝随便喝 楼下是厨房 如果你饿的话叫阿姨坐 冰箱里有水果 牛奶 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 随便你吃 我不是在跟你炫耀 反正你要跟我们一起住嘛 我就给你介绍一下 那没什么事 我先回我房间啊 好好休息 吃 Um nh 空间的 我还是连了 我离开 小 Зна vomiting 也吃 我刚才没客气 你这里期« 我来吃 你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丑的娃娃 什么审美啊 那这种当节抢劫的人 如果被抓到的话 会被判多久呢 这么短啊 我觉得时间应该更长一点 给他们足够的警醒和教育 好好 我等你消息 谢谢啊 谢谢啊 老师啊 如果晚上你上厕所的时候 碰到一个瘦不拉低的女孩子 你可千万不要害怕 她就是我女儿江一山 平常日子她有点疯疯癫癫的 她现在在念一大 很忙很忙的 平常日子很少回来 对了 我们还是说一说 一鸣补课的安排的事了 从她下课到晚上十一点 扣出吃饭时间 把她其他的时间 都要充分地利用起来 老公啊 这怎么行啊 那么长时间 你想啊 一鸣放学回来以后 得可别真知 得吃点点心 得好好休息一息 去逛逛哪儿才能学习 她现在是这种情况 就得下点猛药 下猛药 猛药下多了也会撑死她 一下子不那么长时间 确实有点吃不消 多吗 你高考没有几天了 再不抓紧点怎么行 她的基础太差了 现在时间确实不多了 所以我把重点 放在死基硬背的地方 我会先把背诵的重点 告诉一鸣 然后再给她留出 记忆和消化的时间 最后再做测试 是啊 你呀好好看这一鸣啊 她会独立的 肯定会背得很好 是吧 要点的讲解 我会跟她说的 但是背诵的部分 只能靠一鸣自己了 我讲两个小时 她自己背诵两个小时 最后再做小测试 如果在听课的时候 她这耳朵进那耳朵出 还有自己背诵那俩小时 再干别的什么其他事情 只要你发现了 不要顾忌 尽管惩罚她 老公啊 不是我说你 你真是傲他了 现在教育制度是什么 不能替罚 不能磋商 一鸣的积极性 我相信棍棒下出成绩 老师啊 我把管教她的权力 全都交给你 具体怎么做 你看着办吧 如果她不听话的话 你就告诉我 这一次 一定要把模考考上去 爸 你昨天不是说 如果一鸣的成绩上去了 你就要给補考老师 发一些奖金吗 那具体给多少 我觉得你应该说出去 要不然的话 让人觉得咱们 这么大一个家族企业 光说不做 不太实在吧 我可以让秘书 逆个合同 有了合同呢 执行起来更清楚更方便 老师 你期望奖励 是多少钱啊 你怎么连你姐姐 最近的情况都不知道 你都在干什么 赶紧打个电话给她 问问借宿 那一站人的地址 干吗要问地址啊 我好过去看看哪 那边是个 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那是个大老板的家 你这样去不是很冒失吗 到时候搞得姐姐很尴尬 叫她怎么跟人家相处啊 就算我是个不称职的爸爸 但我还是她爸爸 我不能让人家 以为下行没有爸爸 姐她会照顾好自己的 那个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你都不知道 就那么放心啊 她可是你亲姐姐 万一要出什么事情怎么办 爸 你电视剧看太多了了 又是那边真的有什么问题 姐她这么聪明谨慎 才不会去呢 反正叫你去打听 你就打听清楚去 我去上班了 这么早 从今天开始 你爸爸我 要加把劲了 那我们家里的老板 要加把劲力圆 那我给你帮忙 批准备了 还是你老板 现在要加劲力了 您把它帮助 入手 如果我不能 你可以帮忙 不用批准备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我吃饭睡觉的问题呢 就算是看别人的脸色吃饭 我也想吃饱 哪个做父母的不关心自己的儿女啊 爸 我来喂你 不要 不要 我自己 我喂你嘛 怎么样 好不好吃 当然好吃的 真的吗 女儿喂的能不好吃吗 我找了就要嫁给爸爸 我这个不棒了 傻丫头 你怎么能嫁给爸爸呢 那我嫁给谁啊 你要嫁给 嫁给这个世界上最爱最爱你的人 最爱我的人就是爸爸呀 除了爸爸以外最爱你的人 老李 你还站在干什么 把盘子拿过来 好 爸 我去接一下电话 好 怎么了 怎么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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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 有没有受伤 要有 严重吗 你看 还好还好 没受什么伤 什么叫还好啊 还没受伤呢 你看看都几猴烟了 看到没有 你非得落下这疤才算受伤嘛 我这女儿可是要去学美的 你知道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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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就完了 怎么回事呢 着陆不长眼睛呢 不是 我这样走过来 这我也不知道 她突然就转身 就冲我这冲过来了 我她正在看手机 我看 不是 听你的意思 还是我们错了对吧 不是 我不是 不是 她看手机 她没看到你 你可以看到她呀 你怎么不知道让她呢 非得撞上来啊 是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吧 没事 这是你的工资 王总 我知道这件事情我有责任 可是确实是她先撞上我的 那你知道这个客人 是我们十年的老客户了 你只有知道她 多么谈爱她的女儿吗 不是 算了 算了 不要跟我说了 你走吧 谢谢 王总 对不起啊 谢谢 王总 对不起啊 爸 妈 走 你怎么回事啊 穿睡衣就下来了 快快快 这把衣服快换了 还有你的头 怎么像机关头一样 叔叔干净 妈 这不是睡衣 这明明就是一件 正常的T恤 只有你一个人说是睡衣 没严过 T恤 行行行 但你这个头发总会不对吧 应该像你的孩子呀 飘逸一点啊 叔叔好 有叔头花了那点时间 我还不如多睡几分钟呢 哎呀 好了 好了 平时孩子在医院就挺累的了 只要不是在医院 是在家里 就游着他吧 你做什么好人啊 平时你不说一山啊 不像女孩子嘛 现在倒好 一山啊 不是妈说你了 你爸一直说你大大咧咧 像个男孩子 你看你那样子 稍微说你一点 像你老妈一样 嗯 早啊 妈妈 一鸣 来来来 快坐 一鸣 坐 早 一鸣啊 你去叫老师下来吃饭了 哦 老师今天早上六点就出门了 他说他去学校了 今天不是周末吗 他去学校干吗 他是要补回你占用的时间 上大学也是需要考试 需要补习功课的 哎 等一下 哎 等一下 现在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没见过一鸣名的家教啊 嗯 哎 哥 你也见过了 怎么样 哦 脾气挺冲的 脾气冲 难道家教不是那种 循循善诱的知心姐姐模样吗 知心姐姐 等下辈子吧 你怎么说的好像跟他有仇似的 我跟他哪儿有仇啊 我只是如实的评价而已 你来啦 哪 我饭都没吃喝什么咖啡呀 你喝吧 放心 免费的 记忆点数换的 好啦 我说实话 我花钱买的 别浪费了 你现在住在那边怎么样 他们对你还好吗 我本来就是去赚钱的 没有资格挑三拣四的 之前不是教得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搬进去了 搬进去的待遇 是三倍的不可费 三倍 嗯 之前不是两倍吗 现在又涨了 哇 有钱人的爸爸还真舍得花啊 是啊 这个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爸爸 要是我们爸爸有钱 他也会这么做的 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 你不知道那个小孩的成绩有多差 我可以说他没有一天认真的上过课 对这种不成器的儿子 他的爸爸唯一能做的 就是用钱来把他的成绩搞上去 对 能做到这种条件的爸爸 毕竟是少说 咱们爸爸也是少说 我没有指望能过得多滋润 我只是希望他能够跟普通的爸爸一样 承担起对这个家的责任 我真不知道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接到这个家教工作 在司法考试前都不用打工了 对了 你下学期的学费还没有着乐吧 你别管了 学费交给我 我想要休学打工 你为什么要休学 你疯了吗 你知道医科有多难考吗 我不想靠你养着啊 我一直记得你被爸爸拖累的样子 现在好不容易可以松一口气了 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东旭 姐姐 你的帮助我真的不能要 东旭你听我说 我 我真的不能要 现在明明上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休学呢 再说了 你以为你休学就能赚到钱吗 现在干什么不都要靠文凭吗 就算我顺利毕业 进医院实习 又能怎么样呢 现在实习工资太少了 根本不够偿还爸爸的债啊 那是爸爸的债务 跟你没有关系 但爸爸真的没有办法 毕竟他还是我们的爸爸 你还没有放弃他吗 你还没有放弃他吗 我不像你 爸爸的债 之前都是你和妈妈赚钱还的 现在是你一个赚钱在还 我被你们保护得太好了 你既然都知道 为什么还要休学呢 就是因为知道你们一直在保护我 所以我更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啊 姐姐 我的事情我自己决定 东旭 你想想妈妈 她当初怀着怎样的一个希望 去卖力地工作 她是多么希望 你能顺利地毕业 然后成为医生 可是她没有看到这一天就不在了 所以 你就更不能辜负她的期望了 行了 你别胡思乱想了 不就是赚钱吗 交给我就好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那个小孩 模拟考的成绩提上去 到时候 他们家答应给我一笔额外的奖金 你不说那个小孩很调皮吗 搞不好哪一天你就被开除了 不会的 我一定会把她的成绩提上去 总之 我坚决不同意你修学 千阳 摩托车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消息啊 你有消息之后通知我啊 好 谢谢 好 谢谢 摩托车 也就那样呗 来 招呼也不会大一下 我不是说你 怎么样 这次肯定是一百分 是吧 错了一个九十五分 只错了一个 真的 有没有被我的才华感动到 小屁孩本来就应该考一百分的 这次题目太简单了 简单到我都不相信我会这么快地做出来 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紫禁被背下来的 你是一边听着自己喜欢的歌 通过理解和联想做出来的 不光是单词其他歌目也一样 只要能够理解 就会举一反三 融会贯通 原来是因为我喜欢那首歌呀 都还以为是个智商最高的 这是第二套题 这不刚做完又要做 五分钟后继续 好 小夕老师 你说你平时花这么少 这三倍补课费 挣得也太容易了吧 给你补课占用了我的时间 补课费是弥补我的时间的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你怎么那么缺钱呀 你爸在家里都不挣钱吗 不是所有的爸爸 都跟你爸爸一样的 不管挣多挣少 总得挣钱嘛 对吧 如果你一直不努力 像现在这样的成绩 我相信你长大之后 也会变成一个 一分钱也挣不到的吧 我才不会呢 小夕老师 你以前有没有顾我那种 吃不上饭的人 有啊 什么时候 这年头 还能吃不上饭呢 大概十年前吧 博士经常 又过那么一两次 那你吃不上饭 饿的时候那怎么办 喝水 不停地喝 喝水 这也太惨了吧 你肯定是在逗我 真的 真的 什么真的 别蒙我了 肯定是假的 如果这事是真的 这么惨痛的经历 你也不会告诉我吧 是真的 那你就不怕 我告诉我家里人 这种事情多丢人哪 既不是偷又不是抢 有什么可丢人的 再说了 我觉得你不会说的 那可不一定 我跟我妈 可是无话不说的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说吧 嗯 嗯 那那你怎么确定 你的事情 就在我保密范围之内呢 我知道 我相信你 背诵的部分只答对了一半 一半 一半 你这次出的题太难了 要是像刚才那个难度的话 我只一直答对一半吗 你把这些错的题 重新再背一遍 我回屋了 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 或者我留在这儿陪你一起学习 天 为什么要一起学 我自己可以学 你把我当什么小朋友啊 把你当笨蛋 夏 夏季老师 其实你说话有的时候挺好笑的 可您为什么自己一点都不笑 因为我不觉得好笑啊 你笑起来挺好看的 你上次为什么对我笑 你上次为什么对我笑 你为什么对我笑 现在为什么又不笑了 笑一个 笑笑笑 笑一个 笑一个 谢谢 天井 于是 导演 有什么事吗 有一件关于一鸣的事情 要跟你商量一下 一鸣怎么了 跟我来吧 一鸣他人呢 他在哪 快上车吧 快上车 一鸣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一鸣在这儿吗 麻烦你帮我上两碗粒汤 好的 你这是干什么 喝汤啊 这儿的汤特别好喝 我经常喝 不好意思 你 我有名字的 我叫姜易斌 你网欧可以这么称呼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称呼我易斌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跟你说过了 喝汤啊 你别生气 我是有问题想问你 我们家的饭就这么难吃吗 为什么总不想在我们家吃饭呢 是不是面对我们这些雇主 你吃不下去饭呢 你想太多了 我没有那么想 那你没有那么想的话 为什么每次吃饭的时候 你总是找各种借口地躲开呢 你刚才是不是实在饿得不行了 我才自己吃泡面的 对啊 你以后就像对我这样不卑不亢的 跟我们家人相处就可以了 我没有自卑 我只是有点不舒服 这个我很理解呀 你跟着一帮完全陌生的人 在一起吃饭 你肯定不舒服 不过 即使你不愿意 跟我们家里人一起吃饭 你也可以让保姆 把饭送到你房间去 这只需要简单地交流 不就可以了吗 你给移民上课的时候 不是很有协商能力的吗 况且我爸爸 是认可你的能力 才请你来做移民的家教的 你在我们家 根本就不是寄人篱下 你和我们家 是那种合作的关系 你有任何的要求 可以提呀 原来你也有表情哪 我还以为你脸上 是一张面具呢 生气了 原来你和我们普通人也一样 也会有喜怒哀乐呀 说吧 你有什么要求 我可以回去跟我父母提 我的要求是 你别再说话了 这就是你的要求吗 是 为什么 我和移民协商 因为他是我的学生 我和你爸协商 因为他是我的雇主 我跟你之间 没有任何的协商关系 你喝完汤再走吧 你现在回去 连面都没有吃了 喝汤还是吃面 是我的事 你管不着 喝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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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喝 看你现在的表情 我就猜得出来 你现在心里肯定是在说 这个人怎么阴魂不散呢 对吧 现在你在我们家工作 我们家人就有义务 不能让你饿着肚子 我干吗要做这种事情 跟神经病一样 多管闲事 我们下期再见 两个人 两个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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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上车 快 大哥 再加一个吧 老人家那么大岁了 回家想想幸福 我只要一半的工资就行了 我们公司的宗旨 是以高贵品质 贫民价格 我们所生产的服装 是依靠高性价比 在同行竞争中 我们始终处于上用 我一直跟你们强调这一点 可是今天 我又看到了一份 把我们公司服装 做成名牌价格的策划案 这种策划案 每隔几个月 我就收到一份 我不回应 并不代表我不看 我们有我们稳定的消费群体 我们绝不能把他们失掉 去追求那些个 口袋里有更多钱的顾客 对不起 董事长 这样的策划案 以后不会再出现了 孙副总 我说你的两只耳朵 是用高速铁轨连接起来的吗 跟你说过的话 刷地一下就穿过去了 还有 你最近负责的工厂车间出了问题 已经有人写举报信告到我这里来了 是吗 因为刚刚实施叶班制 整个车间还在适应当中 我会好好处理的 它不是叶班制的问题吧 是你的整体方案出了问题 我们也讨论了这个问题 可是事隔几个月 你不仅没有调整 反而新的麻烦就冒出来了 你这个副总经理是怎么当的 我不是说了 放轻松吗 我不是说了 放轻松吗 你也真是的 是这么快 还好没有噎到太严重 这点真的可以啊 这点真的可以啊 如果不这样 那你就等着一个人想她想到失眠吧 可是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实在太丢人了 我偷了他一身 还以为他绑架了我 他一定觉得 我是个酒鬼假白痴 这么偶像剧的情节 听上去感觉你俩肯定有后续 可是实在是太丢人了 来来来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么好的 哎 嗯 这也太二了吧 就是 刀新歌 你可真够二的 早啊 昨晚睡得怎么样 我在跟你打招呼呢 刚才已经打过招呼了 那你为什么不能好好打招呼呢 咱们俩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为什么 你还得为那天的事情生气 没有 再见 这 脾气还真够难搞的 你原来胆子也没那么大呀 我还以为你不会被吓到呢 我是专程来提醒你的啊 我们的小区位置稍微有点偏 所以每天早晨这个时间 和晚上十一点以后 更是有危险的 我不是来吓唬你的 前段时间小区有对母女 起来沉练的时候 就被人打劫了 你看我干吗 你是不是想说 这样高档的小区安保肯定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了 可是小区的外面可就不好说了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我怎么能拿这种事情吓唬你呢 你是我弟弟一鸣的家教 我当然希望你平安无事了 你每天早晨这么早就出门 我当然要提醒你了 是不是 我可不希望等我回到美国之后 听到一个消息说 我们家的家教被人给打劫了 我可是真的要回美国了 听到这个消息 你是不是很高兴啊 一个整天烦着你的人终于走了 再也没有人会打扰你了 对啊 就算你讨厌我 我的提醒你可一定要记得啊 你觉得你有意思吗 对不起啊 我是真诚跟你道歉的 前一段时间 我说过的一些话和做过的一些事情 会让你感觉不舒服 所以我给你道歉 既然你每天早晨都要这么早地起床 这么早地出门 我每天都要起来晨跑 不如我给你做 这段时间的保镖吧 不过你别担心 时间不会太长 因为我真的要回美国了 这就当我回美国之前 送给你的礼物吧 无聊 好啊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背着几节目把药藏起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抓到了 药藏 快点把药藏起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急性筋膜 间隙综合症 抓到了 药藏 抓到了 江医生 怎么是你 你怎么来了 过来实习 我们学校的病理科研楼正在装修 这阵子都来这边上课 很开心遇见你 到我的地盘就给我套近乎呀 上次在图书馆的时候 怎么也没见你说 见到我很高兴呢 好啊 那这次换我请你吃饭 总可以了吧 行吧 那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我先带着个小屁孩去打个针 完了一会儿我们再大门口见 好吗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好 走了啊 走 来 跟叔叔拜拜 是哥哥 东旭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来看病的吗 我不是来看病的 我有话和你说 我还有课 没时间听你说 没关系 我可以等你等 余鸣啊 你的蝶 好啊 我去 下手 六月 他牵着 我身上这儿 我身上这儿 他有很多 jews 我身上再给你 悉仇 嘛 你去哪儿啊 来吧 来吧 本来想还给他来点 看着脏兮兮的 我怕他尴尬就放在这儿了 老师 李夏希 不然还会有谁 我们家是会有这样的东西 爱你不是淡淡几句 无法说清三夜两雨 两个人在一起 哪怕是坏天气 都能够开开心心多余 傻的可以 傻的可以 你却总是有故意让我生气 我们的爱情有些小风雨 我也会感觉那么甜蜜 傻的可以 傻的可以 情不自禁的对你发发脾气 我们的爱情不在乎风雨 谁叫我这么样的爱你 谁叫我这么样的爱你 爱你 傻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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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不自禁的对你发发脾气 我们的爱情不在乎风雨 我们的爱情不在乎风雨 去哪儿 你飞着 你爱情不在乎风雨 你怎么这么样的 那我这些爱情不在乎风雨 你怎么这么假 fee 你怎么这么想的 你的爱情不在乎风雨